普里镇为台湾角白笋生产大宗 而近年来为了延长角白笋的产期 并且兼顾角白笋的品质 就在冬季阳光较不足的季节 研发出夜间光照的方式来帮助角白笋生产 然而光照方式虽然帮助了产量以及品质的提升 对于生态环境却有不小的影响 有鉴于此 济南国际大学同事教育中心 自去年起开始进行角白笋光照的改善计划 希望透过LED灯具来取代传统高压纳灯 除了能够节省成本之外 所产生的光对于周遭环境的危害 也能够降到最低 我们的高压纳灯 对于我们的环境 环境障碍非常大 所以我们国际自然国际大学科技学院 在我们采用平原厂和所有的高修 跟我们的学生研究之下 研究这个LED灯来代替高压纳灯 来救这个角白笋 让我们的角白笋成长过程 同样无数损害 那么而且这个品质口感叮叮 都没有两样 又能够来保护我们的大自然环境 确保我们的环保 经过一年来的试验 利用LED光照生产的角白笋 在品质以及口感上 并不次于传统高压纳灯光照的产品 并且因为LED灯的特性 不论是在节能上 以及对生态的影响 都比以往高压纳灯 有着很大的改善 县员林芳瑜也希望县府农业处 能够广为推广LED光照的方式 除了能够让农民节省成本之外 也能够达到友善环境 保护生态的作用 让普里镇农业能够永续发展 也希望农业处地方政府这边 能够将我们以往对于农业制裁 还是农业的一些设施有补助 是不是说同样的能够把这一个品项 能够将这一个项目纳入 作为一个补助的项目 我相信这是可以对农民最直接的一个帮助 希望说能够创造双眼 如何增加农民的收益 如何创造双眼 能够让我们这些青年们 更喜欢 更有这个诱因缓乡 来陪伴这些长辈 副委长潘一泉肯定济南国际大学的用心 也希望县府相关单位能够共同来推广 让农民与环境生态能够共存 让埔里的农业能够永续发展 记者陈维一埔里采访报导